董卓戴著伯伯百官 西遷長安之後 他另外又在長安城附近 一個叫梅霧的地方 蓋了他日子的宮殿 岳家交叛 那王宇那一天晚上他到了後寶園 一個人看著肩上小小的秉約 秉約拼到一聲 長不戴他 他過去一看是他的藝名貂蝉 見確是不是有詩情 貂蝉當場會像 是因為看到父親 整天愁眉部長 想為父親大人分憂解僱 但是我身為一位 心軀若民族 也想出什麼方法可以幫父親大人 王宇心生一濟 雙心一慧 下了貂蝉連蟒把他合情 王宇說 沒想到漢氏的沐浴 就細於你手上 貂蝉含著眼淚跟他父親說 貂湯道德 在所不止 於是隔天王宇就邀人 女父來到家裡 放眼當盡天下 只有將軍 是第一號英雄的父 如果不嫌棄的話 我的義女就許遍連你為親 這女父當然有口答應 王宇就說 改天下人準備好之後 連同貂蝉一起親自送到將軍府上 在隔天王宇親自到丞相 跟董卓邀請 有沒有空來府上民眾 他請貂蝉出來奉主 岩潭街稱讚董太衛 英明神武 有意將女兒 許配給太衛 那董丞相也滿口答應 王宇就說 擇日不如撞日 不如今天 就跟著董丞相回到王宇去 這女父 氣急敗敗地就來找王宇 說你這個老賊 原而無信 你昨天才說要將 貂蝉許配給我 今天又讓貂蝉跟著董太衛 他不是在刷我 王宇舌舌太冷了 跟女父解釋 說你誤會 是因為董丞相知道 你要跟貂蝉結婚 說要親自幫女父 辦完故事 所以才把貂蝉帶回去圖內 董丞相答應 擇日就讓你們兩個 懷婚 這女父一定也很有道理 因此王宇讓女父回到家裡 難心地等候 結果等了一天兩天三天 沒有消息 這女父覺得不對 所以就到成相前 這貂蝉 一看到女父來 露出 觸美 難過傷心的表情 看著女父心一揪 覺得貂蝉受到委屈 女父當下心裡不是滋味 來到了王宇家 就跟王宇說 這董太衛 一觀情獸 竟然霸佔了貂蝉 王宇 楊顧大吉斯盛 這種上進天涼的事情 董太衛竟然做得出來 父子之前開始斷練 這一天董卓在面見 服務擺關的時候 發現呂布不見了 他馬上就懷疑 呂布是不是又偷跑去 我的丞相組去找我的貂蝉 報哥兩謀 這時候的呂布 確實跑去丞相跟貂蝉 他約在鳳梨庭後面 貂蝉類似 他被董卓欺負 希望呂將軍帶他走 呂布面露難色 貂蝉就洋裝要跳 池塘自殺 呂布一光連環抱住 董太衛剛好 到了鳳梨庭 看到呂布揉著貂蝉的腰 怒聲大嚇 呂布一看到董太衛蝉 董卓身軀陪胖追不上 所以拿起呂布放在旁邊的方便套子 用丟的也沒丟中 呂布就一流煙 抱之夭夭 董卓拖著陪胖的身軀 蠻堪的角度追出去 在轉角處剛好撞見呂布 董卓將來龍續慢跟迪述所有人 例如反倒跟董太衛講 你是要增天下的人 何喜一個女子 如果將呂布送給呂布 這呂布從此死心踏地 董卓一想 也有道理 回去問呂布 剛才為何呂布跟你 在後迷迪迪拉拉扯扯 呂布 呂布想要給他 他為了保潔 所以選擇 口水自盡 董卓又問 如果把你獻給呂布 彼下流 這貂蠟當下好桃大戶 說一女不識二夫 董卓看到貂蠟 累累臉的模樣 心生怜愛 絕口不再提此事 隔了兩天 李如一直等不到 董卓將貂蠟送給呂布的消息 連網到丞相府又問 為何遲遲沒有消息 董卓勃大怒 那李如你自己的老婆 我要不要送給別人 李如當下沉默結神 無言以對 太能力口氣了 我們進階要死於婦女之手 這時候 女婦到網女家裡 憤憤不平 網女就勸女婦 你既不信懂 不去顧慮父子之情 女婦這時候把女婦抓了 當初就是你 叫我活靠董卓 現在你必須幫我 不然我就先殺了你 禮數就到了梅屋 通知董太魏 現地準備要將皇位 散讓給你 董卓一聽大小 但是董姆內心忐忑不愛 我昨天做了一個惡夢 我夢到一隻豬 撕咬我的腳踝不放 董卓愛對他媽媽 豬就是龍相 代表我要登基當天子 你行到無需多慮 桌上的軟轎 往長安城出發 行到一半 車輪斷裂 董卓大吃力氣 連忙又問允數 所以這代表你要換行車 董卓一聽大使若望 果然我登基當天是天意 到了長安城 準備要到縱善堂去登基 結果一走進去 城門一關 到主守進出 董卓發現不妙 連忙大喝 呂不救我 呂不提著方天化石走得過來 碰天子照 討逆賊 一擊吃下去 董卓當場原因 失手就攤在那裡 路過的人就踹一腳 然後還在他的肚臍上 點了蠟燭燒了三天三夜 一代蕭雄的董卓 討逆天下的夢想也後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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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